连日来,香港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,影响香港金融业 近日,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佳表示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,香港发生的任何事都会对港股市场造成重大影响 特别是最近的一系列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 这么大的事情在香港发生持续这么长时间 对我们这个市场,对我们大家所有的港人 对我们的经济的影响都是非常长远的 市场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波动性比较大 然后交易量也有所回收 在投资者的心态上面和风险的胃口上面都有所减少 8月15日,香港特区政府公布 受香港近期一系列暴力示威活动和全球经济下行影响 香港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市委活动使香港经济雪上加霜 香港第二季度外部需求减弱 出口总额下跌,内部需求疲软 营商气氛转差 在内优外患交困之下,我们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是显著上升的 因为第二季和第一季比,我们的经济是下跌了0.3% 如果我们7、8、9月这季都是负增长的话,我们就会技术上进入衰退了 连日来,香港多家机构也纷纷公开对暴力示威行为进行强烈谴责 建航认为,这样的行径严重地损害了香港的国际形象 中银香港表示,有关事件打击香港商贸、旅游、零售、餐饮等行业 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公银亚洲指出,连日来的严重暴力行为已超出文明、法治、社会的底线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8月9日,她曾与本地商会、零售、金融等主要经济领域的33位重要代表召开会议 多位代表表示,持续的示威活动已经影响本地经济 林郑月娥称,现时香港正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 今次的下行是很快,有人形容它好像一个海啸一样来到 经济的复原将会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 香港的经济要走出这个低谷 同样地香港的社会要在撕裂中复原 的起点和基础都是同一个 就是我们必须要停止 现在相当广泛性在香港出现的暴力行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在香港出现的暴力行为 继续的日子